歡迎你們來到今天的記者招待會 這次的記者招到有幾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們要畫一個聲明 這個聲明是洛杉磯本地、海外台灣人這些社團所發表的聯合聲明 這個聯合聲明是very serious 會館從建管23年以來有過社團聯合記者會的沒有幾次 這次大概是最近10年來的第一次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記者會很重要 因為我們就是當事人 台灣人說萊豬不能吃 那我們吃了1999年開始 美國開始放在豬肉裡面 我們就開始吃到現在 我還是身體還蠻不錯的 我們是最好的見證 所以台灣的人很多人都給人家誤導 這個癌劑不好、瘦肉精不好、對身體不好 會變成很多副作用 我們今天要把正確的知識 我們是一個當事者的身份 把這個訊息傳給台灣我們親愛的故鄉的鄉親裡面 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有一個好的選擇 那今天 那今天 這個 一共有27個 in-laws的社團 那27個裡面 都是 各行各業都有 你從專業的衣衫 教授協會 還有草根性的 像同鄉會 還有一些 校友會 他們認為這個議題非常重要 唯一沒有的 就是我們裡面沒有政黨 我們不要把政黨的因素放在裡面 所以我們才說 這個議題無關 藍綠政黨的事情 是一個真的 是跟 只有三個因素有關係 第一個就是 可不可以吃民生問題 第二個 台灣要不要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貿易 這個 順差那麼大 要不要跟美國的貿易 保持一個良好的平衡 還有第三個 台灣要不要走出去 台灣要不要跟其他的國家 參加CPTPP CPTPP 我不知道等一下大家會不會講 一共 有11個成員 現在 台灣進去要裡面的人 全部通過 那11個CPTPP的成員 全部都核准萊豬進口 那你 你台灣想進去 人家都同意你不同意 那你 人家怎麼會支持你 所以這個 我們的眼光 我們的層次更高 台灣你經貿要不要在國際走出去 這個等一下大家可能都會 都會點到 今天很感謝 很多 連署社團的會長 他親自來參加 這一次的記者會 因為 因為時間 有限沒有辦法 讓各位會長 和代表來講話 那我們就找幾個 比較有代表性的 那首先 我們就先請 這一次 這個議題 他的總召集人 我們陳文石 會館的前統治長 來 先來做一個open remark 感謝 感謝各位 光臨 因為我 大概上個月 看到台灣的公投裡頭的 關聯 美國之 來自的議題 他們竟然有75%的人 反對進口 我這真的是嚇一跳 而且這個情形 很多同鄉告訴我說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 我看起來是 台灣人對美國的食品安全 完全不了解 這個狀況之下 我詳細看了一下 欸 既然 就反對的人 都是留美的專家 博士 台面上的人物 是不是這些人 真的吃美 他們成長教育過程 都在美國 這些人 是真的吃到美國之後 是中毒了嗎 或是說 像前國務卿來自講的 他另有所圖 我們今天不牽涉到政治 後來呢 就很多社團說 我們不講吃 我們心聲不行 後來我查了一下 美國的來自所謂自 我們在美國人 你看我們世世代代 已經在這邊那麼久了 大家吃了 都很節吃 你看我們最近的這個 波士頓的 吳市長 36歲 就能夠當那個 重要的城市的市長 還有 我們 以前的 美國聯邦衛生署 副市長 顏欣欣醫師 他也是出美豬啊 所以 都出來表達說 這個美國 這是 我們大家 都在吃 所以 我現在有一個 這個是 我真的很喜歡吃 吃這個 豬腳 我跟馬英九一樣 很喜歡吃 美國豬腳 但是呢 我的 後代 其實講 都是相當不錯 我們真的是 臺灣的鄉親們 真的 這個 這個事情 如果說 大家反對的話 我們臺灣的前途 這不跟政黨有關 臺灣的跟國際的交友貿易 我們真的沒辦法 會有相當的困難 為了大家自己的前途 大家真的思考 大家努力 來吃美國之日 感謝大家 好 謝謝我們總召集員 陳柏妤 陳柏妤 下一位 我們邀請 臺灣會館現任的董事長 陳柏妤 Paul Chien 大家好 我是陳柏妤 謝謝林醫師 首先呢 我們大洛山基臺灣會館 這次我們的發起人 陳文史跟林榮蘇醫生 發起這個聲明的時候 我們是覺得 這個是 臺灣會館本身應該 第一個 endorse這個聲明會的 那也很高興 媒體朋友們 還有我們的 臺美鄉親社團的朋友們 今天來到臺灣會館 來聽我們這些聲明 那這個 以我自己本身的思維 真的我對這個議題 12月18號臺灣會館公投的議題 的確是 像陳文史先生講的 是有一些puzzle 因為 在美國住了40多年 我從小就在這裡住 我一直都是吃豬肉長大的 我就在想 我天天吃些什麼東西 早上吃bacon 吃ham OK 那常常會吃到豬肉水餃 OK 滷肉飯 烤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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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肉 烤肉 日式烤肉 臀肉 那都是豬肉 那都是豬肉 吃的也沒有覺得是什麼問題 所以如果 以台美人的 角度來講的話 還有我剛剛聽了AIT的director講 真的我認同 美國的豬肉 是safe tasty and delicious OK 所以我以台美人的 這個 角度來講的話 我希望 有機會 很高興能 endorse 美國的豬肉 我希望 台灣的公民 能多了解我們這邊的思維 那覺得 而且這個其實也有利 台美 雙方的 以後的一些 free trade agreement 也好 Friendship 也好 以長期的思維來講 OK 那當然我們住在美國 也都知道我們個人 有自己的personal freedom choice 選擇 這個東西進口是一回事 你自己個人不喜歡吃豬肉 不喜歡吃美國豬肉 你也可以有choice 不去買 你吃素食的 你就不買豬肉 對不對 你喜歡吃別的肉 有這個choice的存在 所以大家以這個思維去想 那以更長遠的角度 希望我們 台美關係繼續友好 繼續不要有任何一些議題 把它卡住 感謝各位 好 謝謝董事長 董事長 那這次很多媒體問說 你們這次有沒有找到醫生 醫生來講我們才相信 好 今天就找到一個醫生 這個醫生還是急診科的醫生 人家說 這個來劑是不是有毒 他們急診室中毒都會送到那邊去 好我們就請我們的Alex 那個邱醫師 他是 編編做台灣的醫師協會 的前總會長 來我們請Alex 來發考一下 有沒有讀 謝謝 是給我這個機會 來表達我的意見 說實在的這個意見 這個意見 不僅僅是 表達我個人的意見 也是表達我們 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大多數人的意見 這個Romtopamine 這個 萊克多巴胺 這個其實在 1999年就有了 這個藥呢 本來是要做治療 這個ASMA的作用 ASMA大家都說 比較氣喘 這個可以使我們的那個 支氣管擴張 然後比較好呼吸 所以說因為 哮喘的人 就是比較不容易呼吸 所以這個人 這個 這個藥是本來是要 做那個哮喘用的 後來為什麼沒有做呢 因為有別的藥 比這種藥好 所以說他們說 那就不用 用這個藥 用另外別的藥 然後呢 又被發現 用了這個藥 加在飼料 動物的飼料裡面呢 他發現說 如果豬 就吃了 或牛就吃了 他不但怎麼樣呢 他不但 就是 肌肉會長得很壯 然後呢 他的Fat 他的脂肪 會就很減少 而且呢 在這個 對這個經濟效益上 他們當然 養鳥養豬的人 都希望趕快長大 就趕快吃這樣子 不過他們又擔心 說這個 吃了到底會怎麼樣 所以說 他們就經過多方面的研究 然後呢 就定了一個 叫做Codex 定了一個那個 這個說殘留 如果那個 脂或癢 吃了這個殘留劑的話呢 他們會有發生什麼問題 所以說 這個人 吃了這個 這個 萊克多巴胺的 那個 豬肉或是牛肉呢 吃了以後 也做到人類 說 他如果人類 吃到這個 萊克多巴胺的那個 這個量劑的話呢 會有什麼問題 當然 每個藥都有它的副作用 萊克多巴胺 如果動物吃過多過多 我說過多過多 是吃了很多 就會產生一種 心臟就是加快 其實 說實在的 現在我們吃哮喘的藥 你如果吃了 也是一樣 你也是會這樣的 心臟加快 不過現在很多人都在吃啊 都在吃哮喘的藥啊 那有什麼不能吃呢 就是動物吃的話 如果吃太多的話 他們也有這種 會偶爾心啊 會那個 就是會那個心計 加跳 心跳加快的那個現象 所以說 不過後來 又經過科學的印證 說這個是 如果在他們的殘留量 小於某種程度的話 是絕對安全的 所以說是這樣子 所以說 你看每種藥都有它的 它的副作用 這種藥也是它有副作用 不過經過科學的證明 你知道 你知道嗎 在美國要經過FDA approve 這個是不簡單的 你看我們的 這個Vitamin 有沒有FDA approve 它不給你 approve 有沒有危險 每種藥都會有危險 吃多的都會有危險 不過 它再次的聲明 這個是我們的安全方面 而且台灣 它的Codex 又比較嚴苛 它說 限制在0.1ppm 這個範圍 以下 所以說 你看 非常安全啊 為什麼我們不能吃呢 大家吃了30年了 我也吃了30年了 我現在還是在這裡 而且我看起來 我原本還年輕一點 我現在73歲了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說 我是建議是這樣 大家應該可以安心的吃 而且呢 關於這個CPTPP呢 這叫做 花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這個是 說實在 這個是現在 政府 想加入的最重要的單位 大家都參加了 其他的國家都參加了 我們能夠不參加嗎 對我們以後台灣的前途 有什麼不好 這是我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周醫師 謝謝 因為我也是醫生 我補充一句話 所有的東西 控制得好就沒問題 不控制好就沒問題 你說水有沒有毒 欸 大家都喝水吧 有沒有聽過水中毒的 對 一檔子喝看看 今天兩湯還滾了 我會死了 所有東西就是要管制 不能一下說 這個有毒沒有毒 沒有那麼清楚 對醫 沒有那麼 可以看 你就要控制好比較重要 好 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現在 Samanino市長王文庫 也是我們會館的 前董事長 大家好 因為前董事長說 叫我來講一些話 老實講 我對這個 剛剛前兩位醫師 已經講了很多了 這個Ractorman 當然只有他不好的地方 吃多就是不好 但是我發覺他有一個好處 我每次吃了很多肉 吃完後 就很想睡覺 所以我會建議有失眠的 台灣人可以買來吃 吃了後會非常好 然後呢 就像什麼東西吃多的都會 但是如果說你覺得這個不好 那你以後美國的西藥也最好不要進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每一個藥 每一個西藥都是毒 都是傷肝 傷肝 那你說台灣的豬沒有嗎 你說台灣的水果沒有農藥嗎 我聽過一個 一個台灣的朋友跟我說 他們家以前在南部做 種芒果的 他們全家都不吃芒果 到現在都不吃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農藥 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剛剛講了 西藥全部都是毒 那是傷肝傷肝 所以大家說 這個 那以後就最好 我們美國的西藥都不要進 OK 然後第二 那你說 美國呢 這次為了疫情 也送了這麼多疫苗 那我們大家要禮尚往來 就是希望說 台灣也可以 購買一些美國的 什麼 豬 不然的話 我們這些台北人在美國 都快活不下去了 我們美國經濟都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需要 台灣人來幫忙 所以說希望 台灣可以通過這個公投 可以進口一些美國豬 然後不然的話 美國以後也不要進了 什麼都不要進了 大家都不要往來就好了 好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前衛 好 最後我們的Panel 最後一個是 我們南交州的民政論家 來 驚悟 年輕人 來聽一聽年輕人的看謊 好 那個 欸 聽到嗎 那其實 那個 這次呢 我們辦這樣的活動呢 我希望就是說 除了我們自己本身在這邊 保證 美豬是安全 跟沒有害之外呢 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讓台灣知道說 我們在美國 並不是不了解你們的想法 其實我本身在這個議題 已經研究到十幾年了 那我其實可以稍微今天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幾點台灣人會反對美豬地方 那我們 我做個回應 那第一點就是 我安全疑慮 雖然說在很些微的差距之下 在聯合國Codex得到國際認證 但終究呢 台灣認為呢 還是一個爭議性的化學 食物添加物 所以才會存在科學方法 能證明的 健康風險之下呢 設定最低含量 但當年其實 這Codex在通過這個 Retopamine的時候呢 他們是有69個會員國 支持通過的 那這個呢 我們知道是Codex聯合國的 糧食農業組織 及世界衛生組織 聯合起來的一個食安標準的權威 那Codex裡面 除了這個萊克多巴胺之外呢 也有制定一些台灣畜牧業常用的 動物用抗生素 像是用在豬上面的阿美拉梅素 那這樣子的抗生素呢 其實在台灣很常用 但問題是說 它也是本身也有一些健康上的危害 因為會增加抗藥性的細菌 在台灣呢 尤其是很喜歡用抗藥 抗生素的台灣呢 對它造成非常大的健康危機 但為什麼沒有人舉行公投 來反對這樣子的一個阿美拉梅素 因為關鍵就是 的確不在於這個萊克多巴胺 是在其他 那另外一個 每個台灣人民會反對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覺得人民變成了一個政治籌碼 經歷藍綠執政之後呢 其實已經禁止萊豬這麼久了 政府過去一直都是反對 為什麼現在要開放呢 那萊豬本身並沒有改變 改變的可能是政府可以得到的 那個政治利益 其實過去政府呢 他們禁止萊豬立場 很簡單就是因為 那時候並沒有得到 Codex的認證 那時候大家其實普遍民眾也缺乏 對於萊豬可靠的科學根據 也不太知道說到底它是真的沒有危險 但現在其實經過Codex政政已經八年了 很多人也有機會從不同的管道來得知說 用科學的方式來得知說 這個萊豬對人體沒有那麼大的傷害 而開放萊豬給台灣的消費者 並不是什麼政治利益 而是純粹在不危害台灣人民的利益之下 給予消費者更多的選擇的權益 所以這基本上 健康又好吃 健康又好吃 吃美豬 吃美豬 帶帶多結豬 帶帶多結豬 讚